五国头号通缉犯刘特佐近来被塞浦路斯媒体爆出四年前 取得当地的黄金护照引起震惊 对此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承认有错 并指批发的过程出现失误 才会发出护照给刘特佐 因此宣布取消了有关的护照 塞浦路斯政府也将重新检讨 投资就能够取得公民权的方案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向美联社指出 他们需要承认错误 涉及伊玛案的大马富商刘特佐 之所以取得塞浦路斯的护照 是因为护照批发过程出现疏漏 于是决定撤回护照 阿纳斯塔夏季斯强调 任何人在非法途径下取得当地公民权 都应该被取得而且越快越好 他表示 投资者在审核中没有被判定为不合法的案例 可能多达10到15宗 他承诺会调查批发护照的过程 揪出错误之处 根据美联社报道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 避免国家陷入破产 塞浦路斯自2013年落实 以投资和资产来换取国籍的计划 至今发出了近4000份护照给投资者 这类护照也被称作黄金护照 塞浦路斯政府宣布 将重新检讨这项投资方案 而当年批发护照给刘特佐的塞浦路斯 前内务部部长哈希克斯也站出来说话 他在脸书表示 当时塞浦路斯对刘特佐展开了 为期两个月半的背景调查 甚至和国际刑警合作 发现他没有犯罪记录才发出公民权 如今一旦发现刘特佐是罪犯 就应该撤销公民权 NTV7综合报道